Lemon TV 科技台 聲音是Siri的 沒錯啦 我聲音是用Speech to Text 做出來的 好啦,那我現在就教大家怎樣弄剛才的Siri的聲音啦 通常在Youtube你會看到有些影片為甚麼人這麼奇怪 即是他們的影片的聲音會用Siri的聲音 大家很好奇為甚麼有些Youtube影片為甚麼人會怎樣做到 即是怎樣用Siri的聲音把字讀出來,然後變成MP3格式的音的檔案 那很簡單,首先你要在你的電腦,一定要在蘋果電腦 接著它會找你的TextEdit,然後你進去 那你進去就會在這個,我先做一個預先做一個Final 那這個呢,就是剛才開頭的滑聲啦 那你打了一字之後呢,你就highlight它 那整段東西highlight它啦 那跟著,按右鍵,你會看到services的 然後在services呢,你會看到add to music as a spoken track 然後按這個啦 然後呢,它會寫著System Voice的 那System Voice呢 如果你是廣東話的呢,你一定要選擇這個,這把聲音啦 那它把聲音是這樣的 那跟著這個services呢,是一個檔案名啦 那我改叫做siri voice啦 那跟著我儲存在場面啦 那跟著這樣,continue 跟著呢,它的檔案呢,就會彈在iTune Music這裡啦 那這個呢,就是剛才的siri那把voice啦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lemmon tv的科技台 把聲感siri的,沒錯啦 我把聲就是用speech to text做出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通常的人youtube 就是講新聞,怕自己把聲音會被人認到 就用了這個speech to text 變成音訊檔來講的 那如果你找回那個檔案在哪裡呢 那它會帶你去到music這裡啦 那跟著呢,你會看到它這三個點的 然後你按它啦 跟著呢,你要按 show album in library 跟著再按這裡的三個點 跟著show in finder 跟著你就會找到剛才的音訊檔案了 那你拿出來 那之後你放在final couple 或其他的影片編輯 剪片的那些應用程式呢,就可以揭 嗯,就可以 放上去這個影片裡 那通常那些人都是這樣做的 那你英文用其他都可以的 唯獨是中文是要用頭翻那個 用回這個把聲才行 是啊,那其實 那這個就是那些人在youtube 用詩語話聲來 把文字變成語音的 那今集呢,就講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集 再教你們其他東西啦 拜拜 拜拜